最新的考题 如果AB是正整数 那A乘B是2的5次方乘3的2次方乘5 下列合者不可能为AB的最大公因数 如果今天是1有没有可能 一定有啊 因为我就假设A是1就好了 那B呢就是整个 整坨 那这两个人的最大公因数 一定是1 而且A乘B也确定是他 没有错 那有没有可能是6呢 6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大家都要有2乘3 2乘3 好 那你来看一下 B的状况 A和B能不能大家都有分到2乘3 2乘3 可以啊 A来个2乘3 B也来个2乘3 然后 A有2的5次方 那我就2的4次方配2的1次方 A3的两个就配一个一个 A5给他好了 那这样子的最大公因数 不就是6吗 所以B是可以的 那C呢 C的8 8是什么 8就是两个人都要有2的6 2的3次方 所以有没有办法分到每个人都有2的3次方 不行啊 因为我最多只有5个 对不对 我最多只有5个 所以每一个人只能分到2个和3个 所以C是找不到的 但诸选项呢 好 12可不可以 好 12是2乘2乘3嘛 所以大家都要有2个2跟1个3 就可以了 好 2个2 那就2的2次方 2的2次方 还有1个3 1个3 是可以达成的 因为2总共有5个给你 所以来一个3个给他 好不好 那3就各一个一个 那5给谁 其实没差 那这两个人的最大公因数 一定就是拉出2的2次方和1个3 那就是12 好 所以C找不到